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曾经丢他鞋子抗议的陈俊涵 心仇就恨 双方越假 火气越大 随虎警告无效联络警局 要提告妨碍公务 最近频频有人在科匹去搭公车上班的路途中 突袭拦截 27号 冬奥台湾证明行动联盟 才跟着柯文哲从大马路到后车厅 要求签下连署书 半个月前 实况主统神 更号称要击查市长上班路线 本在巷口也被远景驱离 柯文哲搭公车上班公开透明 却导致安全出现亮红灯疑律 如果台北市长走在马路上都开始不安全了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怎么办 我看警察局不会再让我搭公车 但警方说这样他们也没办法回安 大概警察局回安会有新的规范 30号 柯文哲将前往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 计划要搭捷御 也因为登记后警力将随之增加 搭公车上班八个月 如今得喊咖 选举倒数 柯批回归 搭公务车上下班 三连新闻 邦邦邦欣 S245 特别道